大家好,我是关心 《庄子》是传统道家学说的经典著作 被誉为《先情诸子》文章的典范 但是,庄子和同时代的其他学说著作相比 无论从思想或文学的角度 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庄子当中讲了很多天马行空 奇思妙想的故事 看似是漫无边际的幻想 实则能给人精神乃至灵魂的震撼与启示 那么今天的节目 咱们来分享庄子中的四个经典小故事 看看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人生感悟 庄子逍遥游一开篇 就讲了一个关于昆蓬的故事 说在北方的大海里面 有一条名为昆的大鱼 这条鱼非常大 身躯长达几千里 长到一定的时候 昆就可以化作一条超级巨大的鸟 人们称这只巨鸟为大鸵 大鸵鸟张开翅膀 也有数千里那么宽广 昆化为棚之后 就要飞往南海 大鸵起飞的场面非常震撼 水积三千里 扶摇而上九万里 翅膀拍打在水面 能兴起三千里的波浪 然后瞬间冲上九万里高空 但是庄子接着又说 水之鸡也不厚 则其富大洲也无力 风之鸡也不厚 则其富大翼也无力 他说昆蓬虽然很厉害 但如果海水没有足够的深度 昆也会搁浅 不能遨游 如果没有雄厚的风力可以借助 大鸵也没法扶摇至上九万里 这里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再有能力 本领再高强的人 也需要有支撑他的基础 就如昆蓬这样的神兽 没有海水就会搁浅 没有风就会坠落 所以一个人 无论站在什么样的高度 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一旦失去平台 失去支撑你的基础 你就啥也不是 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鸵 扶摇至上九万里 每年在固定的时节 它就要飞往南方 遥远的天翅 虽然大鸵的翅膀 有几千里那么宽广 借助风力可以飞得很高很快 但要航行如此遥远 一路上依旧充满了各种鲜男鲜楚 有一种叫学鸠的小鸟 看到以后就对大鸵喊话 说我们靠近地面飞行 照样活得很好 你何必飞那么高 那么远 那么辛苦呢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 庄子用大鸵比喻 拥有远大志向和格局的智者 用学鸠比喻 没有眼界的浅薄之人 一个站在山脚的人和一个站在山顶的人 看到的风景不同 心态不同 境界和感悟自然也不相同 庄子说 学鸠不懂大鸵 就如寒蝉 不知一年有四季 下重不可与兵 人也一样 如果没有格局和事业 最多只能做一个安于现状的井底之蛙 只有站得高 看得远 才明白人生还有很多 有价值的追求和意义 庄子逍遥游 讲完昆鹏之后 又讲了一个许游巨遥的故事 说遥地 有意让位给许游 他说 大概意思就是 姚帝觉得自己才德不够 认为如果让位给许游 天下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智力 但是许游呢 马上就拒绝了姚帝 他说 面对姚帝的主动让位 许游在拒绝的同时 给出了他的理由 他说 您已经治理得非常好 我现在接受你的位置 岂不是图个虚名而已 不做实事 却追名逐利 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其次呢 许游说 娇疗的亲身之所 只需要一根树枝 把整条河的水给岩树喝 他也最多只能喝满一肚子 所以啊 天下对我而言 没什么用处 那么许游巨遥的故事 告诉我们两个道理 第一 人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才有意义 不要贪图虚名 如果不做实事 却忙着追名逐利 无异于舍本逐墨 第二 无论拥有多少财富 你真正能享用到的 其实都非常有限 所以呢 过高的名誉和过多的财富 并没有太多用处 并没有太多用处 当我们能够领悟 但因为装的水 但因为装的水太多 而承受不了 就容易碎掉 想用它装东西吧 又因为太大 不知道装什么合适 所以惠子就觉得 这种葫芦虽然很大 但却没有用处 还有一次呢 惠子向庄子抱怨 说自己种了一棵很大的树 但是这种树啊 不但气味不好闻 而且木质也很差 木匠呢 连看都不堪言 简直百无一用 听完惠子的抱怨 庄子给出了一些他的看法 对于找不到合适用处的大葫芦 庄子说 夫子顾卓于用大义 也就是说 不是葫芦没有合适的用处 而是惠子不善于使用 不知道怎样使用 庄子举了一个例子 有人以剽洗丝物为业 因为冬天呢 也要泡在水里 所以呢 他就发明了一种 防止手被冻伤的药物 但是呢 他剽洗丝物 一年到头赚到的 也就只能够养家糊口 有一个聪明人 买下了这种药物的配方 然后献给吴国的君主 因为吴国正准备在冬天和越国打仗 吴王正为士兵经常被冻伤而苦恼 因此呢 这个人啊 得到了吴王封地的重赏 庄子说 同样的配方 发明它的人只能用来在冬天 剽洗丝物 而有的人可以凭此 获得君主的风赏 就拿你的葫芦来说 它不适合装东西 但是可以制成 腰粥 浮于水面 当救生之用 你怎么能说 它没有用处呢 那么对于惠子 那棵木箱看都不看的大树 庄子同样有不同的看法 在它看来 这棵树正因为是没有什么用处 反而不会遭人砍伐 它虽然对人类无用 但这种无用 却是这棵大树 保护自己的大用 庄子大户 与大树的故事告诉我们 事物本身不存在 有用无用 而取决于使用者的眼光和立场 同样的东西 用在不同的地方 产生的价值也不一样 因此呢 人要探索发现事物的规律 从而更好地利用它们 对于人生而言 同样如此 你想要发挥自我价值 关键取决于 你对什么有用 对什么无用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这些 我是关心 咱们下期再见